我想柯市長昨天的這番談話 或許是無心 可是的確傷害了很多人的情感 因為這次北農的群聚 沒有控管好 鄰近的城市的確都被波及了 那這一段裡面 我們很多的群眾不僅被感染 最主要是這樣造成了恐慌 因為第一次的群聚 因為沒有控管好 尤其我們新北的這八個行政區 它造成的擴散效應是非常的大 北農這一波今天公佈的 新北市佔了兩個人 還有一個是另外一個職場 那至於北農這個事件 到目前為止 新北市在北農這個事件 被波及的新北市的市民 總共到現在的統計是有28人 至於不雲感染源是3人 佔了7% 所以新北市很快就把所有的 整個確診個案的感染源 以及來農區莫 分析得很清楚 讓大家參考 請市民放心 市長一個一個都會緊丁 尤其當卸人出來以後 他的接觸者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但擴大框類 擴大採檢 更要用更快的速度 把框類跟採檢者 把他的採檢的整個結果報告 要快速的出來 PCR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 20幾小時以內 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這一波 43個人裡面 我們共同接觸了 53人 那已經荒列機家隔離 33人 這當中完成快栽有8人 快栽裡面有良性2個 快栽異性有6個 有的沒有直接做快栽 就直接進到PCR 因為PCR系統比較精準 那完成的PCR已經有21人 陽性找到2個 陰性有19人 那目前還有幾個還在採檢中 報告還沒出來 所以當確診案一公布 其實市長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至於我們這一波裡面的同宿的接觸者 在整個接觸的個案裡面 同宿的接觸者 還是最多 家庭裡面 對我匡列的是31人 占了59% 還有職場接觸者 匡的15個人 占28% 其他匡列的7個人 占13% 這也給我們視頻朋友安心 在哪一個部分 我們要清清楚楚 才可以把疫情控制的穩當 流線的下來 當然今天大家還是非常關心 到底台北的果菜公司 北農最重新北的果菜公司 在三重轉嫂 這麼大量的果菜公司的 這些行銷商 以及無作業員的影響最大 昨天剛好是休市 本來我們已經要準備地區太快山 但是因為休市 只有等到今天還進去篩檢 那昨天我們先完成清宵 今天一早 我們派了兩機動隊 進到三重 進到板橋 去進行篩檢 從今天一早 一直篩檢到下兩點 我們篩檢三千零七十六年 篩到了周知冰信 今天應該可以完成整個派災 我們本來一估大概是兩千五百 沒想到很多的這些攤商們 非常積極擁業 所以我們經過三千零七十六年 幾乎都完成了 那還有一些因為休息沒有來的 少數的個案部分 我們明天可以到新北的 四十個篩檢站來進行快篩 那從六月二十四號起 沒有拿陰性證明就不能進場 那陰性證明書對所有的攤商 非常的重要 至於打疫苗 從明天開始 我們從業人員造冊 分批施打 至於湯山一樣造冊 分批施打 我想這個目標 策略是絕對不會變 在這裡我也特別看到一個 日劍的整個發展情緒 我昨天有跟我們的所有視頻朋友說 如果有去北樓足跡者 請到板橋江翠的篩檢站來做翻證 那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足跡其實很重要 分批表現很重要 因為我們也知道 有時候我們到這個北樓 這個買出國 那也會 也許也會到其他的場所 買好就買吧 然後買完以後 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留下怎麼樣接觸者 大家不安心就要來關賬 所以昨天我一說以後 關板橋江翠的篩檢站 我們一股八百個人員一早前被預約完畢 所以這八百個很快 大部分都是有去過北樓足跡者 不安心到我們的板橋江翠來做篩檢 市場非常的扮演 我希望大家能夠早一點來做篩檢 尤其我們去北樓買賺 我們去買肉去環南市場買肉 這些地方都有可能去感染到 我們都來我們環球的江翠篩檢站 我們來篩檢 越多的篩檢你就越放心 你如果沒有辦法到板橋江翠的篩檢站篩檢 我們就到我們這40個篩檢站來做篩檢 這40個篩檢站都會公佈 那明天我們也啟動 英哥機動篩檢 那想問剛有說到 明天開始會為果菜疲乏市場的攤商 跟相關人員造冊施打疫苗 那中央有額外配發給北農相關人員 4000劑的疫苗 那新北市有配發到嗎 共有多少劑 預計何時開始施打 我把這個部分 曾經跟農委會做個反面 我跟陳書委話說說 希望中央能夠再給我們配發2000劑 也有一估 如果照著施打大概會有2000人左右 這是比2000人多一點 因為他給我明測是2200人 那我有跟中央反面 那目前中央並沒有說 很多片發疫苗結網 但是我們還是會 從明天開始 從同學人員 陸陸續續照射來分批施打 新北市受到波及的民眾 大概有24位左右 那跟昨天公佈的21位不太一樣 那目前針對這個北農群聚感染 我們掌握到新北市民的人數 大概有多少 那分佈在新北的哪一些行政區 是不是已經啟動精準疫調了 那要呼呼這些區域的民眾 儘快出來篩檢呢 好 新北市市民在這一波 做到北農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 市長掌握的是28年 那這當中28年 大概以中和 板橋 山崇 為最多 都集中在這幾個區塊 還是繞著整個萬華區塊轉轉 不過還是我們熱區的市民 因為他基督在這裡 也許他工作在哪裡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所以雙北一定是共同承擔 共同面對 那柯文哲也有提到說 北農催檢的人很多呢 都是從新北基隆來的 那會不會覺得柯市長在急著撇清責任 那另外北農一天 一天預計篩檢300人 那算到新北一天直接篩到3000多人 市長怎麼看呢 我想柯市長昨天的這番談話 或許是無心 可是的確傷害了很多人的情感 因為這次北農的群聚沒有控管好 鄰近的城市的確都被波及了 那這一段裡面 我們很多的群眾不僅被感染 最主要是這樣造成的恐慌 因為第一次的群聚因為沒有控管好 尤其我們新北的這8個行政區 它造成的擴散效應是非常的大 所以從今天我們的姜紫萃 姜萃篩檢站800個棉耳全部滿 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就可以看出這樣子的一個群聚現象 如果沒有提早做港管控 它造成的不是只有感染 而是我們民眾的恐慌 最重要是後續的這個傳播鏈 如果傳播出去 我想影響的層面是很大的 那剛剛特別提到 因為沒有控管好 我們鄰近的幾個城市都被波及 當然我們新北市的影響是最大的 剛剛市長有提到一個28的數字 如果以現在官方 統計51個裡面27 可是目前我們又知道又增加 又到28 我想後續還會如續在增加中 那在這個幾個城市裡面 我們的區域裡面分布最多的 除了市長提到的板橋三重重合以外 我們寧靜的包括我們的新莊 包括我們的永和 甚至新店蘆洲圖城 這八個區 其實我們都現在都是嚴正一旦 我們有很多民眾在反映 剛剛為什麼說會傷害到民眾的情感 他說我只是個攤商 到我們別人批個貨 我只是一個從業人員到這邊上個班 我只是一個貨運人員 開個車過去 我為什麼就確診了 所以當然有不少的抱怨 我們也聽到了 可是市長還是財事 我們基本上不管北農也好 或是整個生活圈的轉控也好 地理上 活動上 工作上 往返都非常的密切 所以市長特別財事 我們除了不可輕忽 嚴正以待以外 一定要維持我們的基調 區域聯訪 一定要和台北共同承擔 共同面對 共同因應 一定要把這一次的群聚控制下來 所以再次的呼籲 如果這幾天 你有到北農的足跡者 務必到我們的篩檢站就近篩檢 那你到了北農去 如果到鄰近的幾個市場 特別是淮南市場 也請盡快的到我們篩檢站來篩檢 這樣子的一個篩檢效果 除了保護我們自己 降低傳染的風險以外 最重要的是阻斷我們的傳播鏈 讓我們的這次疫情 盡快的控制下來 那剛剛也特別提到 我們篩檢的數量 我們不管台北市篩檢多少 新北市有一個態度 只要市民要篩檢 我們就提供 所以除了我們幾個大型的篩檢站 我們40個社區篩檢中心 大家都可以前往 再次的強調 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只要有到北農的足跡 請務必出來篩檢 如果到了北農 你有到鄰近的市場去採買的 譬如說像環南市場 也請到我們的就近的篩檢站 進行篩檢 一起把這一次的風暴阻止下來 去… 2次遊戲 今天我們來做什麼的 就是 我們來的